烟鸟在天空自由飞 这一来也遥望难追 一路有希望能相随 有一个梦的却最美 我快乐因为你相遇 我心疼因为你流泪 我感动因为大地的慈悲 让生命化作永恒的智慧 Zither Harp 听你本师释迦牟尼佛 听你文殊智慧勇士 听你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培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再谈一谈放生 那就讲一下放生 放生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佛教徒来讲是比较熟悉的一个概念 而且多年以来许多众心发挥寺愿以及个人通过不同方式来做过放生 参与过善取今天为什么再次讲呢 我最近发现我们在外面一些菩提学会为主的各个地方的一些放生活动也开得比较多 但是里面也发现有很多不太如法的不太合理的也比较多 同时也想给大家提一些希望 既然做了具有无上功德的放生事业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尽量如理如法地去行持 如果不如法虽然它是一种善法 但是后果就不良造成了也不好的影响 这样利用这个时间想给道友们简单地交流一下 有关放生方面的一些知识 首先我讲一下我们放生开始的一些缘起吧 对我来讲放生确实一生当中最欢喜最有意乐的一件事情 每一次放生的时候无论是自己在身体上 精神上或者说生活上 就是有什么样的困难可以尽量地可服 一想到众生生命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肉体上的一些饥饿 寒冷这些都是 应该说应该说不出寡辞 应该认受 所以我看见很多道友对放生也有很大的兴趣 其实刚开始放生也就是说大概是93年94年 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在藏地放一些牦牛 放羊 汉地放尼球 鱼 鸟等等各个地方去放生 对我来讲最开始的时候八七年前往舞台上的时候 我们路上看见一些超市场的那些特别凄惨的杀害场面 也就是说屠宰场的一些 然后当时也是部分的一些出家人一起发行放生 但是那个时候的环境也是不熟悉放生的 各方面现在看来不太成熟的有许多地方 那么后来自从放生以后 我们应该说在藏地每年都是放很多牦牛 然后到了汉地各个城市里面也尽量的 首先是第一个如果有因缘的话 想给有缘的佛友讲述一些佛法的道理 然后第二个重要的行就是放生一直是这样的 记得我好像一年还是在什么时候啊 也是在很多地方我们举行放生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应该是就一年开始吧 那么我们全个各地放生的规模比较大的行动 可能在座的很多常住学院清楚 法王如意宝有一次做梦 梦到头盖如意宝 他的根本上是头盖如意宝 以这个缘起对大家来讲还是触动力相当大的 法王好像记得当时是97年 应该是97年吧 97年4月8月那个时候法王做了一个梦 和平时的梦完全不同的一种境界当中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那里成千上万个眷属当中 见到了特别威严的头盖如意宝 那个头盖如意宝当时法王说 利他42年前的上师相貌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法王当时正好我们学院修一些大威德的相负法 因为当时佛教和一些学院 遇到一些非人和一些人的违缘 也是制造一些违缘然后修一些相负法 后来法王在上师面前有一些疑问 见到上师之后想我们虽然有相负的能力 但是没有超多的能力那这样到底是对众生有利还是有害 刚好这个问题给上师面前提问 提问的时候当时头盖如意宝说 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即使没有相负的能力 但念诵仪轨和念一些咒语的话 他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 当时根本上师说你做了一个大的方式 就是大的方式 后来法王说我这次从新加坡回来 已经放了一亿个生命让上师欢喜作加持 后来根本上师说你是那个末法 好像说了三遍吧 三哉 三哉 三男子 你是真正末法时代的如意宝 你是真正末法时代的红太阳 一边特别欢喜地用手给上师做加持 加持文说圣经理系光明无为法 真无犹如甘露发心意 随顺所化善巧方便心愿得度化无边众生力 大概念了这么一个偈颂 后来法王跟他做庞陀加持 这种情形以前头盖如意宝刚圆寂寺前两天 跟上师做庞陀加持一模一样的 以这样非常欢快的一种境界当中的时候 好像上师梦已经醒了 梦醒的时候早上刚好五点钟 而且当时头盖如意宝 在梦中给他赐予一个大韦德的像 第二天很奇妙地在法王的卧室里面 也出现一个大韦德的像 只不过在梦中的大韦德是个双山像 而后来第二天现前的 新觉时候现前的大韦德像是个单身像 法王第二天之后说我们从现在开始 应该在权贵各地需要大量的放生 放生对无量无边的众生才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各地 金刚道场也好 学会也好或者一些中心 开展大量的放生活动 各方面很多佛友包括一些寺院和在家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千贵各地应该说是 规模比较大的放生 那么后来的树木也是不可思议 包括我们学院里面的一些大堪布也好 一些上师们也纷纷地前往汉地或者藏地就开始放生 我们学院里面的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圣人和居士的话 他们也是到了城市里面的时候 在理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就开始救护生命 突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应该说是 有时候我想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上师如意宝的事业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有如此的威力 有如此的感召力 应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 自从那个时候我也从内心当中发过愿 在有生之念当中哪怕能救护一条命 那我也应该全力以复 97年大概六月份吧 我就开始发愿写《放生功德甘露妙语》 这里面也通过比如说杀害众生的一些过失 还有讲一些杀生 即使圣者也是受一些报应 还需要值得忏悔 以大悲心为前提的作如何放生 吃素和混食之间的差别以及放生获得往生方面 有关可能围绕这些吧 写了一些放生功德甘露妙语和仪轨 后来也写了一些最可贵的是什么 全有放生寿等等 有这些当然没有很大的能力吧 只不过在小范围当中也多多少少可能祈祷一些重 我自己也想到可能极少数的众生通过这些手 通过这些方法也会能救护的 我们在座的道友们都一直对放生这件事情 算着一个特别大的事情来抓着的 现在我也发现很多的地方有许许多多的上师也是 就是前往汉地搞放生这也是特别随喜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一点我想我们在座的 有些后来出家的人后来一些新的居士 有些可能不太清楚放生的一些功德 放心对我们今世来世的一些重要性 这些不太清楚 因此我们有必要今天也给大家做简单的介绍 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就是说 放生对我们每一个众生来讲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 其他的动物有生命 我也是有生命 这两个生命的价值应该是平等的 这样的力量比较少 很多人都是好像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平等观 如今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基本上在全球范围当中 只要是人的话他们都需要有生存钱 有言论权 有很多方面的和平共住的很多权力 应该该得的应该得到 这是全球的一种共识 也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理念 但是现在我们世间上大多数的人类缺乏什么样呢 缺乏的就是出生也是有生命 他实际上也怕是爱生的 而我们人类也是有他生命的价值 其实这两个都是大自然界当中的众生 只不过有些旁生不会说话而已 实际上他们的生命也是完全值得维护 值得大家保护的 这种理念现在很多人都是没有的 我爱生命那么其他包括牦牛之类的 其他的动物也是爱这种生命 我们佛教里面不管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很多有修行境界的人不仅是口头上说 实际上真的是完全懂得这个道理 比如说有修行境界的一些具有慈悲心的人 他看到一个人在墙壁也特别疼爱 觉得实在是特别难以忍受的 有那种悲心的 同样的道理除了人以外的其他的一个动物 其他的一个动物正在找杀的时候 那他的内心当中也可以造样生起男人的悲心 以前汉山大师他说过 人即爱其寿 生物爱其命 人爱他的寿命同样的其他的动物也爱他的生命 两个都是爱生命的 如果我们放生的话在整个世界当中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他说放生何天心 放生随复灵 随复灵应该有这个基层 如果放生的话 那么整个对大自然 随影就是整个大自然的 如果放生的话 那么可以说随影佛陀的慈悲毁灵 就是慈悲毁灵 因此一些修行人 或者具有悲心的这些理念 这种人他们还是从内心当中真的能知道 不仅是我们佛教徒甚至我看到一些 印度的俗世主义者甘迪 他有关的一些俗世论典 反对暴力的一些演讲 里面始终都提出 实际上是我们世间的这些生命都应该有生存权 这方面作力的提倡和弘扬 这是并不是佛教徒 但是世间的一些其他的有知之士 他们也可以强调的 我们也知道这个放生 从佛经的功德和意义上面 经典里面特别多的 不可胜说的 最早的时候应该有些资料里面说是 《金光明经》里面就是讲牛水长子 他当时发现很多的蚂蚁是吧 鱼哦 对 很多的鱼随此干涸了 然后这个鱼马上都要死了 后来他找二十多大象在平安里面 装水把所有的鱼全部都救火了 并且在他们耳边念宝吉佛的名号 后来全部都转到天界当中去了 还有在《宝宗经》里面也有 有一个经里面也说是当时有一个萨蜜 他的寿命都不长了后来他开始去救蚂蚁 以这种功德他的寿命得以延长等等 在佛经里面应该说是非常多的 好像记得《药丝经》是吧 放生修复 领度苦恶 放生救护 领度苦恶不造重难 《药丝经》里面说放生这样修复的话 我们世间当中很多的苦难 灾害全部都可以说免了 可以 不会遭受的因此有时候 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些人遇到一些痛苦 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 我觉得放生应该对自己的 失踏也好 缘起也好 对前世的种种的恶缘 就是结上一个很好的恶缘跟消除 消除以后结上很殊胜的善缘 应该祈祷很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平时看见一些病人 看见一些遇到痛苦的人 经常劝他们放生 放生以后不知不觉的话 那么有很多善缘自然而然会出现的 所以在我们一些无为法的 生意地的观空性之类的功德当然是不可思议的 一般来讲有为法的这些功德里面 的确也是放生特别大的功德 而杀生是最大的一个过患 我经常用龙猛菩萨《大智度论》的教证 说是诸欲罪当中杀罪最重 然后诸功德当中不杀第一 原来好像有一个版本里面说是放生第一 但后来我看《大智度论》的原本 原本里面说是不杀第一 可能不杀是对的 以前汉地人都 我的有些书里面也可能说是放生第一 但是这个可能不杀第一 原本里面有这样的 不杀和放生在词语的亲众上有一点差别 其实不杀他还是愿意放生的 《极乐愿文大书》里面也说了 光是不杀也有一定的功德 但是如果不但不杀 而且还要维护众生的一些生命 这样在我们世间当中的确也是 对世间的生命也好 事业也好 或者其他即生当中各方面的快乐 自然而然会获得的 因此我都想作为一些佛教徒的话 佛教徒也经常需要过很多的仪式 比如说现世间人结婚 生子 还有比如说 逢年过节 还有世间种种快乐的开业等等种种仪式 那么这些仪式当中 如果我们去参与一些放生的话 最好的 我都圈很多居士他们说 我们家今年应该很快乐的一件大事 我们家里面的某某人要结婚 看上师要加持 你说那个时候最主要的是什么事情 我说最主要的事情能不能他们放生 他们如果放生应该以特别殊胜的因缘 家庭和合 整个一生当中都是可以快乐的 有些人生孩子 过年 凡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清除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现在世间人在这个清除 用来杀害无量无边的众生 比如说亲一个客人 那么残座上全部都是活的生命 活蹦乱跳的 全部都要吞下去 吞下去了以后 这种幻情造下了什么样的弥天大罪 大家应该清楚的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尤其是做各种仪式的时候的罪业 应该说相当地可怕 不是一般的 古人好像我们藏地有时候也很害怕 杀一头猫牛 两头猫牛一年当中 大家都有点害怕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大生命 而现在的一些城市里面 白天晚上 吃吃喝喝 全部都是与其他众生的生命息息相关 应该特别地可怕 因此我们真的很想作为佛教徒 以舒适为主还有尽量地做一些放生 即使说放生实在无能为力的话 那么不要点一些火的 应该自己比较简单的一些生活 对很多人的精神来世都是有利益的 前一段时间我看爱因斯坦的一个世界观 我有时候看一些世间书讲佛法 也许有些人不太喜欢但不管怎么样 有时候我看这些人物这些大人 还是会说很好的话 他的世界观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相信无论是人的精神上 还是在身体上过简单 朴素的生活 对每个人来讲有很大的利益 他说这么一句话 让我后来自己一人想一想 思维一下 的确也是这样的 我们不管是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 过的生活越简单越快乐 如果越复杂的话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比如说你今天吃的一顿特别丰盛 特别需要准备很多美外佳肴的话 可能在这个上面要付出很多 不仅是我们付出的精神 还有很多众生无辜的生命 有多少个生命在那个上面 我为了偿还以后多少个生死当中要还得清除 所以有时候我看我们这里的有些出家人 和有些居士他们说 我不愿意念金刚萨埵行著 我说 你想一想你从小到现在 还没有出家 还没有学佛之前吃了多少个众生啊 光这一点你现在日一夜应该值得忏悔 不忏悔的话真的是你死的时候这些众生怎么会不跟随你 不向你索要你的债压那是特别可怕的 因此我们应该想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生命 生命遇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可能谁都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可是为了我们意识的这种美味 那多少个众生的生命已经显出了 以前好像念诗大诗 是吧 他说世间之中则生命天下最惨则杀伤 方生非读佛教 如种君子无不信 意思就是说 他说我们在这个世间上 最珍贵的是什么呢 就是生命 天下最残忍的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杀害 不管是谁的受伤出现 谁的行为当中出现的话 最可怕和最珍贵的两件事情 杰杀方生的这一理念不单单是佛教的一个慈悲观 应该说以儒教为主的很多高尚的宗教他们也会提倡的 当然他们的这种理念也可能精进为了维护 有些人类的生命 在这方面我们以前也是学过很多方面的知识 大家要清造一方面 佛教的慈悲观的广大和殊胜之心 同时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对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众生以平等相待 以平等维护 以这种精神和理念来怎么样帮助他们 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大乘佛教徒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憾身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 我们会尽心尽力地帮助他 会救护他的 现在世间上任何一个比较弱势的群体 遭到各方面的威胁的时候 其实政府也好 其他有始知识经常去帮助他们 这也是应该值得做的事情的 但是我们身边还有千千万万的众生 每天都已经遭受到痛苦 受到残烧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旁边许许多多的 所谓的这些有慈悲心的人士都不闻不闻 不理不辞 有时候看我们人类的行为真的有点可怕 为什么现在都是今天出现传染病 明天出现地震 后天出现血灾 很多天灾人 各种各样的灾难 频频出现其实我们杀害众生 太可怕了 如果我们现在人类不断地这样的 这个血行的行为不断蔓延的话 我觉得地球上可能无法容来 整个大自然也是无法接受我们的恶劣行为 到一定的时候自然而然会记录所有的自然界 这样一样我想很多人论生存的空间越来越下载 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结果 有时候我们看到大城市里面也好 一些大人物 没有这种慈悲观平民都日日夜夜都是想到钱的 想到自己的利益 维护自己的利益 那么在这个背后杀害无量的众生对他来讲也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面目该死这种行为现在越来越频繁 因此我们应该要想到一切功德当中放生第一 如果能做到放生 尽量地去做 哪怕是一个月当中或者一年当中一两次的放生三聚也应该可以 以前智公禅师他说过 他说 放生功德不可限量 后面引用佛经的教证来进行广泛说明其中的一些内容 还有以前汉山寺的那个汉山他也说了 一年慈悲如果救护一个众生 那其实这个人已经入于观音菩萨的慈悲毁害当中 其实一个人从他的行为上做了一件善事 也表现出他的大乘行为 因此我们学院里面也有很多的上师也好 大德致力于放生 比如说慈仲罗珠堪波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吧 每年都是基本上一百天在汉地一直放生 啊 一只放生我那天问他今年放了多少 说大概可能有三千多只羊一千多只牛 还有大概四千多万生命 那么这样一直是不断的 每年都是常年如一日地做 我们虽然时间也好可能自己没有这种心理吧 有心理的话什么都放下 我也以前想过一年当中 哪怕是一个月但是后来种种业力吧 不管怎么样那么长的时间都是没有待过 但我也是到了秋天的时候 不管是怎么样放牛 放羊 只要有放生的地方 今年可能有一千多吧 就是有牦牛之类的牦牛 羊这些应该有一千多 以后只要有一口气只要有一点能力 这个躯体舍弃之前很想做放生 有时候自己各方面的因缘具足 尤其是现在汉地的很多确实是这些大菩萨们的支持下 就是有各方面的因缘 有这种方便法 就这样以后现在也不断地在放生 那么以后我们也希望以学会为主的四方心中要放生 致力于投入放生为什么这样讲呢 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这样想 我是一头牛 那么我如果没有放 当下以屠佛的利人的道来开始看我的头 马上已经离开世间的 但我们放生以后他完全都已经获得解放 就像世间的一个人马上要判世行的时候 那么中间有人把他买回来 那这个人对这种人是如何的感恩 他的心情有如是欢快 大家应该不言而知应该非常清楚的 有时候我们去放生像鱼 里丘 他们自由自在地游到水里面去的时候 那种心情真的也是极其的快乐 有时候放一些小鸟 鸟的时候 那么它自由自在地飞到大自然界当中 好像我们的肉体虽然不能飞的 但是心好像跟着小鸟也是很欢喜地飞向到空中去了 的确有这种感觉 所以放生应该说是一个很欢乐的事情 很快乐的事情我希望很多道友 如果各方面的因缘具足办一些大型的放生 应该时间比较长一点各方面的因缘具足的话 这样也可以如果实在这方面的因缘不具足 自己买一条生命这也可以 我以前有一个熟悉的学生 当时他读中学 高中还有大学的时候 每次都是自己有一点零花钱的时候 到市场去买一些鱼 已经好多年了 他的行为确实感动周围的很多学生 老师 就这样的 逐渐逐渐可能有时候真的因缘殊胜 各方面的善缘具足的原因吧 去年去到美国就靠到美国去了 前一段时间也是说他现在在那边也是 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其他的一些宗教徒当中 也自己尽量地做放生 其实我们的人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有很大的能力 你不一定非要是一个高层大的或者有特别大的能力 不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是要有这种善心 要有这种善心的话要随时去发挥 要起作用 人肯定有他自己的一种能力 就像我们一盏灯的话 大灯和小灯可能有差别 但是小灯的话它也有去除黑暗的一个光 光的照样每一个灯都是具足的 因此我们作为一些人以后一定要放生作为一件大的事情 我经常都是想我们世界上的确是 除了生命也要最珍贵的就是没有的 有些说佛法是最珍贵的但是佛法诵意义上讲是最珍贵的 可是我们凡夫人来讲 还是可能到了最后的时候选择自己的生命 因此这样的生命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活力 那这样的话我们哪怕是帮助一个众生 有时候的确也是很荣幸的 有时候我都是很感谢我们的很多四种道友 多年以来对放生对很多的做慈善做了一些帮助和支持 然后我们共同做善事共同回向 最终对众生得到利益 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众生得到利益 并不是意味地说自己的健康 当然是一些放生的功德和一些教言当中 如果我们放生宿命延长 身体健康 事业成功 以及家庭平安等等 有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即生的功德 来生清净罪障 往生净土 现见如来等等 也有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这些超人之功德 那么这些功德应该从一个凡夫人的分别念来思维推辞 也会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的生命如是重要 如果使他解放 使他从中获得解脱 那这种力量如是广大 如果我们去杀害一个众生 那这种罪业确实并不是很容易清净的 我有时候生病的时候别人说 你要不要看看病有时候是不是前世我杀害众生 那杀害众生的话 我今生当中做一点简单的善事肯定是不行的 我杀别人的命应该用我的命来赔偿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想一想 我把别人杀了然后我做一个简单的事情 我给几块钱这样的话对方不要说他个人 连他的亲手恐怕是不会答应的 就不会答应的因此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尽量地不要转生到一些杀害众生的人 即生当中也是这样发愿 乃至生生世世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发愿 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是想出了家以后 不管是修善法以后各方面很差劲的 我都是是不是不出家好一点 有时候想出了家还是很好的 如果不出家的话可能会不会有杀牦牛 造了恶业这种可能是有的 所以出了家以后应该说是 自从那个时候以后再也没有亲自杀害过 我们在座的很多出家人都是可能有这种感觉吧 如果你没有出家还在家里面 然后在社会当中的各种人世交往 恐怕是亲自杀生的也有 如果没有亲自杀生间接为你而杀的这种众生可能无边无数 再这样的话那么杀生的罪业直接间接 我们也不得不成熟 所以在这些方面应该要注意的 然后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放生的话 一方面我看见外面现在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有些学会为主的一些道友经常放生 但是放生不如法说实话放生一点都不如法 我原来觉得现在全国各地的很多上师也让大家放生 很多弟子也在放应该说大家现在放得比较不错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许多地方放生一点都不如法 因此通过这次给大家的交流和演讲 我希望我们菩提学会的人必须要以后放生的时候 如理如实地要做如理如实地要做的话 首先是该做的有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所放的这些众生 应该以三宝的加持下让他们获得十方 什么叫三宝的加持下呢 首先是我原来在《功德文》当中 什么仪轨里面也是提过 所放的众生要通过闻解脱 喜解脱 还有《般若经》《心经》《金刚经》 这些三宝的索义或者佛像 《传经论》都可以在他们的身体上 如果像牦牛这样必须要接触它的头 然后像鱼 鸟有些鸟比较大一点的鸟 应该给它要接触 这个三宝索义要接触它的头上 身体 如果实在是像我们利丘一些小的鱼类 那只有在矿子上面要咬一咬 每一个众生上面三宝索义要给它做加持 这是一定要需要的事情 我说的第一个一定要用金手做加持 这个大家不要忘 第二件事情 所放的众生应该让它喝到甘露 就是甘露 这个甘露有些 比如说破誓言者或者密乘戒不清净者 这些书里面传来的甘露文不但没有价值 还有一些损害有一些恶气 所以一定要来源清净的一些高僧大德 像观音碗 还有一些解脱碗 以及对众生专门做的一些放生碗 这些甘露文泡在水里面 如果是义类的话倒在这个筐里面 或者是一些鸟类的话 它们也是尽量地喝到 想一些办法杀在它们的身上 这是我们说的是平常以后得解脱 罪里面以后我们在密法里面经常有见解脱 然后出解脱 还有长解脱要平常 按理来讲比如说我们每次放牦牛的时候 有些牦牛特别厉害 很难接近 但是想尽一切办法把牦牛带着 然后张开他的嘴 嘴里面把解脱碗 甘露碗 要飞啊有时候需要很长时间 但是一定要倒在这个嘴里面 因为它是要平常 常解脱 我们在密从的一些续部里面 要平常以后才会得到解脱 这是第二个妖精的事 然后第三个在他的耳边一定要念念经 所念的内容最好也是 我们现在《方生功德文》里面 一些欺佛的名号 八达菩萨的名号 缘起之物 还有其他的一些普贤喜愿品等等 这些经文一定要念 现在我看很多《方生仪轨》 我不敢说完全不如法的 但是有些《方生仪轨》的确也是为了炫扬而造的 对众生来讲 我不敢说完全没有意义 但是有时候可能有没有大的利益很难说的 所以我希望如果我们 菩提学会的道友们 以集体性的 住职性的 这样的方生 一定要以后念我们的仪轨 念我们的仪轨并不是说 我的是如法的 别人的不如法不是这个意思 但我想我也对过很多很多的仪轨 原来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别的一些仪轨完全是可以的话 没有必要我们再编辑 但是后来想到 不管是从显宗 密宗 对所放的众生 否则的角度来讲 应该需要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仪轨 因此现在也是很多人 各种各样的仪轨 有些仪轨和仪式一点都是不如法 我去过很多的那种方生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一个传统 有些该念的佛号 这些都是不念 所放生的这些众生旁边给他点香 转绕 然后拿一些黄布来开始飘 甚至有些佛教徒在旁边唱一些金刚 唱歌 还有在那边说是让这些众生生欢喜心 生什么欢喜心 我们给他唱什么歌 他不一定生欢喜心 所以各个地方有不同的一些习惯 这些习惯里面有些完全是一个民间的做法 跟佛教没有挂钩 没有联系的 那这样的话 虽然我们花钱把众生已经放了 但是到底他能不能获得解脱呢 很难说 很难说 包括我看到有些寺院的出家人 他们放生仪轨的仪式 有些地方恐怕还需要值得观察 我并不是说全部是不如法的 但是我看到了很多现象 因此希望我们以后花那么多钱 那么多人集聚在那里的话 把这个放生的仪轨这一点一定要如理如实地行持 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尽心让它放下去 放的时候也要注意 我看有些居士和有些人 他们把这个鱼顺便都是空中乱人 那有些特别根本不想放生 有些完全是一种好几心来 没有悲心的一种行为 那这样肯定不行的 按照俱乐论师的观点 如果众生心里面产生极大的空汗 那来世自己也是会变成 或者进行点框子或者会变成疯子 所以有些方面我们行为也值得注意的一些事情 这些方面希望以后应该放生的时候要想放生 不要过一个仪式 或者把放生作为借口 要么化缘 要么找这样那样的人 那这样没有必要的 放生的时候一定要把行为要清净 发心要清净当然每一个人可能发心都是不相同的 有些人可能放生是自己得健康 漂亮或者无病 是这样的目的 有些人可能所谓的放生是自己有一种好奇心的 原来四川那边他们有些说明天要去放生 我说为什么去放生 因为听说龙泉湖很好玩的 回来的时候在龙家罗那边很受佛的 有些人这样讲的 所以说他放生的目的就是有一种好玩的态度 那这样也没有意义的 应该我们如果有一些境界的话 完全是以一种悲心来想帮助他 我参与这样的放生 我用真正的利他心来念这些诸佛菩萨的名号 那就是有很大的利益 有很大的利益有些人都这样说 我捐一点钱就可以不一定要亲自去 这也是自己难度的一个借口的意义 实际上你亲自到那里去 然后你就念诸佛菩萨名号的话 即使你刚才老居士所说的那样 亲自拿矿当然是很好的 现在有些居士比较多的话 放生扫的时候每一个人抢着那个矿子 这样也没有必要的但是你口里面念诸 看到这些众生做这个价值 那这个功德肯定很大的 你家里面光是捐一点钱随喜的话 虽然随喜跟真实的善根也有所相同的地方 但是在这里亲自所作的善根 按照俱舍论和很多《毗奈耶经》的观点 亲自所作的善根应该更是殊胜的 因此自己各方面因缘具足的时候 还是要亲自去放 这个很重要的 放生的时候还要值得注意的 有些环保问题要注意的 现在有些放生可能这些放生人不太清楚 他没有考虑对周围各方面的一些影响 比如说有些人把毒蛇放在别人房屋的旁边 这样以后引起很多的麻烦 因为现在中国像古代一样 人缘稀杀的地方基本都是没有的 所以以前有一个新闻里面说 有一群放生的人一千个毒蛇从口道里面拿来 然后放在农村的旁边 那一个村子晚上睡得不敢睡 毒蛇到了白天晚上全部沿着房屋就开始出现 出现的时候他们当时也是特别的不安宁 其实当然有些人说不能放毒蛇害人 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他的心里面有很多的嗔恨心 但是我们就值得 应该是维护的 所以我们放的时候首先要观察这个众生 他在什么一个环境当中能够存活 这一点一定要主要的 有些水生动物有些是在淡水里面 有些是在深水里面 有些是在淡水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你光是 这是一个鱼类 人在海里面 人在水里面都可以 现在有些居士看起来都是很激动的 来了一个上师 没什么意思上师我去买 应该可以的 把这个框子随随便便倒在水里面 根本不合理的 这样的话 也许可能这种鱼类不能在那里生存 一下子全部都死掉 漂在水面上 那整个环境带来不好的影响 逐渐逐渐对环境产生一些污染 所以有些鸟类也好 一些动物 首先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可以完全活过来的 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不能 首先你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些方面现在我看到很多人 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 还有些人现在已经定期的 凡是十月初八或者六月初十 一定要放生 那也不一定 你看如果是习惯性的 每一个月的初八 十五 三十号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在那个时候 他们把要杀的种物特意抓来 特意带来的 听说以前拿刹那一般基本上是 每一个月的三十号和十五号的时候 在这个街上出现很多很多要杀害的动物 而且那一天加强也是特别高 按理来讲佛教里面说是 比如说佛的诞生日 佛的成道日的时候 做善事的功德很大的 但是你如果牵涉到众生的一些生命上面 我们不一定要非要在那个节日当中 一定要一不定期的时候去放生 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 否则可能特意地提价 特意地他们要抓很多的众生 还有在他的一些价钱上面 有些人说你正在偷盗下 比如说在市场上正在杀害的 那个时候买的话很好的 因为这个价钱很高的 如果真正是他批发市场里面的众生 我们觉得可能差别不是很大的 因为如果在批发市场买的话 其实是比如说一斤力求 它可能是十五块钱 现在是可能以前我们刚开始放生的时候 力求是三块钱左右 现在好像十五块十八块有时候这样 但是你在市场上买的话就是二十几块钱 其实你市场上因为觉得很可怜 马上要高价买了 买了以后那些人很坏 他把这个买完了 这一盆买完了以后 到那边去 市场里面去 又拿来又开始继续债 这样的话我们的钱可能在中间 也救不到很多众生的生命 其实放生的话 当然有些地方可能有很多上师 很多居士有经验的 在这方面还是各方面考虑得比较主导的 还有些地方放生的时候 专门给鱼老板和跟市场的老板给他给钱 拿来的时候根本不过程 他们中间 鱼车中间又带回去 到那里一半的开始下来了 直接到放生的地方去 其实那里如果要过程的话 可能一半都没有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那些人没有经验 所以中间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放生的时候 希望如果长期放生更要注意 不是长期放生的话 这些跟市场上的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去观察 所放生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在整个中间如何对待 否则恐怕我们很多的钱 已经不知不觉地拿到一些市场上去了 但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现在这样的放生钱直接拿到鱼老板的树里面 不合理的 不能放生 这种说法都是不对的 不管怎么样现在人太多了 比如说鱼 鱼球这些都是本来赚钱的 我们佛教徒没有买的话 他给千千万万个人可以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不一定对的 现在我们在藏地有些人说 啊 牦牛是应该杀的 为了牧区的生活发展一定要杀 如果不杀的话对整个社会发展是有影响的 这种说法都是也不对的 如果生产力要发展的话不一定非要杀生 其实还有很多的学知识 办工程 制造很多的工艺品应该有很多的途径 你不一定非要以牧业尤其是杀生 杀生是很积业的一种事情 即使他赚钱的话只是很卑鄙的一种产业 因此我们觉得现在社会上 真的对方生不理解的这些人 其实他们不懂慈悲的理念既不懂慈悲的理念 也不懂我们现在的方生对整个大自然的和谐 应该说对我们人悲心的成长等等 各方面带来无量无边的意义 因此我们有时候应该跟这些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值得注意我看现在有些地方 放生的从头到尾不是很如法的 没有智慧的一种选择 急急忙忙钱已经花了 结果所救护的生命不多 即使有一部分以没有真正的解脱法 结上真实的愿 因此希望以后一定要大家放生 我看有些道成和有些学会 两三年当中一次也没有去放生 我觉得是不太对的 刚才这个老巨师你看六十六岁 他参加一次放生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你还不错的 真的还可以 我们有些人可能八十六岁的时候 还没有参加一次的也有 有些人我们外面去的时候都是问一些居士 有些是天天放生 精神很可嘉的 有些每一个星期都是放生的 每一个月都是放生 但这一点恐怕我们永远也不一定能做得到的 像上海 还有山土 还有几个居士 他们说每天都是在放生 很了不起的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 以本来讲一年当中放一年自身 这个应该要的 我前一段时间写一封信当中 要求他们学会的一年当中至少也是放几次身 这是以前讲了 但是真正要一教奉行的恐怕是没有的 其他地方我不需要一教奉行 但是利益众生和弘扬佛法方面 我们有时候提一些建议 那么建议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话 希望还是应该增足 应该记在自己的心 这样子塔都有利的 好 请大家讲到这里 好 谢谢您 谢谢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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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